让美学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台湾市环保局连续六年举办环保艺术节 邀请中部艺术家创作中大型的作品 让民众了解废弃物也能够变身艺术 开幕这天师傅也以银花帛贴石虎的马赛克拼贴 为活动揭开序幕 邀请民众有空一起到保之林在深中心走走 看见别有特色的巧识和创意 打开红布条也为活动揭开序幕 第六届的台中市环保艺术节 这天在保之林废弃家具在深中心登场 十方奇能中心也带来音乐表演炒热现场气氛 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三个主轴 非常的精彩 那第一个主轴就是环保艺术的创作 那也就是说以花雨花都造型秀的这个主题 有20位的艺术家 他能够结合这个应用资源回收物品 发挥他的巧思 创作出20件的环保艺术品 环保艺术节是保之林年度重头戏之一 每年都会邀请到大师级的艺术家 用废弃素材再造 打造巨型装置艺术 而迎接花博到来 现场也用色彩缤纷的马赛克 拼贴出可爱的石虎意象 为花博做宣传 这个艺术家他们用环保的材料 来做各种的创作 那这个其实受到市民非常大的一个喜爱跟欢迎 而且也可以把这样的环保 落实在文化艺术甚至生活里面 那今年的主题是花五缤纷 那用花五缤纷来迎接我们2018的世界花博 那其实是让人家非常期待的 那再加上我们今年有环保创作的各种比赛已经也起跑了 也希望我们市民可以有乐餐 今年的环保艺术节以花都花语造型秀呼应花博主题 20位大师带来精彩创作 而为了让民众亲近艺术 活动现场也安排了亲子手做DIY 环保局也表示 8月份将举办环保公园艺术创意竞赛 邀请民众届时一起来标创意 杨东华刘君台中采访报道